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谷塔区持续炮火连天 效忠阿萨德总统的政府军 剿灭反叛军杀红了眼 更传出以毒氯气攻击 导致无辜孩童残死 根据联合国调查报告 叙利亚的恶行背后帮凶尽是北韩 从2012年起 北韩就持续暗中将化学武器的原料 运给叙利亚政府 叙利亚则提供北韩经费 持续打造核武帝国 叙利亚和北韩 两个遭国际制裁的国家 竟狼狈为奸躲过国际禁运 显示国际制裁出现重大漏洞 我们想消灭 让人们能出现 呼吸 即便俄国总统普丁宣布27号起 每日实施5小时人道主义停火 但眼见各国势力在叙利亚厮杀 大打代理人战争 7年死亡人数近23万人 叙利亚的内战仍看不见 只战之日 下年选客您从我报道